耶誕節即將到來 大家最期待的耶誕老人 忙著散播歡樂散播愛 但今年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 它也可能成為散播病毒的防疫破口 比利時一名耶誕老人日前前往療養院 和長者同歡 疑似沒有遵守防疫規範 造成院內61名長者和另外14名員工受到感染 總計75人確診染疫 面對這樣的案例出現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強調 他們知道很多孩子擔心 病毒會影響耶誕老人發送禮物 但官員對小朋友喊話 耶誕老人對這場大流行病免疫 儘管官員想要協助散播歡樂氣氛 還是不斷強調防疫的重要性 但我覺得它非常重要 讓世界的孩子們明白 對聖誕老人的身體距離 也對孩子們的身體距離 必須強調整 耶誕假期向來是各國的重要節日 但病毒不會放假 世衛呼籲面對寒冬疫情全堵重來 保持社交距離強化防疫措施 在享受佳節氣氛時才能開心又安心 就像是有正合報導 假期間用的病毒會需要 假期間用的病毒 病毒罩 如果 rob人宿舊 病毒會打出 病毒會 変身 病毒 病毒